各位观众,我是心思台 今天邀请王宗显精神科专科医生 与我们讲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题目 就是我们的精神健康与运动的关系 我们的运动经常是心血管或三高 考虑精神科专科专科医生的关系 honestly 王医生 今天介绍一下这个第1集 其实运动 tenho关系是吗 有很多人讨论运动当时 他们多数都想起生理的健康 例如运动可以减少一些心血管的病 减少一些代识终合症 可以救人能够健碩 但很多人忽略了 原来运动对精神健康有一个帮助 我一直以为肚腩这么突 会影响大家的收视率 原来运动只是想这样做 但精神健康和运动如何扯上关系 我可以分享日常训诊的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有患者看医生 多数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或是精神科多数是因为情绪问题 或是有思觉失调的症状 患觉 妄想去看医生 很多时候谈的内容 都是围绕着一些症状上 以及症状如何影响他的生活 但我们很少谈到一些运动 或其他健康生活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传统治疗模式 都是着重于如何处理好症状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到 除了处理好症状之外 我们也要强调健康生活 或者如何用其他方法 例如运动可以帮助患者 一个健康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王宜先生说的症状 我们经常习惯是 如果有些情绪问题 通常睡不着 不开心 哭 甚至是抑郁 这些位置令我们很不舒服 甚至我们不想起床 出不了门口 是否当他做运动 便不用看医生 其实你说的例子是很好 例如一个人有情绪障碍 例如长期情绪低落 或者对所有事情没有兴趣 个人长时间很累 这些可能是抑郁障碍的症状 患者患上抑郁症 或者其他可能有些 甚至有些焦虑的症状等等 其实我们的精神科患者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是因为病 令到他们 会影响了他们日常的生活 包括运动 例如是情绪病患者 抑郁症 因为他们的体力下降 经常觉得很容易累 或者对身边 可能他以往喜欢做运动 因为情绪障碍 令到他对运动 也减低了兴趣 因此他们可能 就会长期留在家 不外出 运动的时间也会少了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还有另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些比较重性的 精神病 例如是一些思觉失调患者 或者我们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们一般的症状 可以分为两部份 一些叫正性症状 或者阳性症状 另一部份是负性症状 或者阴性症状 有负性症状 或者阴性症状的患者 很多时候他们会减少了 他们的一些社交技巧 他们不想接触人 可能长时间 因为病的影响 他们会困住自己 一个人躲在家里 也会减少了跟其他人接触的活动 甚至会减少做运动 所以我们在说运动 为何跟精神分裂症有关 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尼求疹的患者 是因为精神病患 令他们减少做运动 减少做运动 你可以想到 亦有机会影响生理健康 例如我们看到 很多情绪病 或者精神病患者 他们少做运动 自然他们只吃饭 又没有什么消耗 他们会容易胖 当我们跟我们的患者量度 他的体重 或者一些身高体重指标 我们看到他们不少是偏肥 另外如果他们不做运动 其实运动本身 是对他们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如果他们不做运动 可能令到他们的病 也没有了其中一种治疗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 例如我们处理情绪病患 抑郁症 除了问他症状之外 我们会考虑除了用药物治疗 我们也会考虑用一些 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 其中有一些部份 是关于一个人的行为 而行为里面 其实都包括运动 运动可以令到一个人 由一个闷闷不乐 或者是他没什么心思 不想去做任何事 动力下降 希望他透过运动 或者做一些自己开心的事 令到他情绪能够好一点